身穿灰色上衣 戴白色口罩 雙手環抱胸前 他就是在8號早上槍擊日本前首相安倍晉三的胸弦 41歲的山上徹野 山上徹野手上的東西用黑色布膠一圈一圈綑綁 不注意看 就像是一台攝影機 而這就是他當天射殺安倍晉三的凶器 長度大約40公分 高20公分的自製槍支 大批警力全副武裝進入他的住處 日本警方在8號傍晚5點多來為在奈良的住家搜查 他們在屋裡搜到很多支和犯案槍支雷同的手槍 而且還發現很多疑似炸彈的物品 根據日本媒體報導 山上徹野 這一次使用的凶器是自製改造手槍 但其實一開始他是想做炸彈來行凶 發現炸藥的威力不夠 才使用手槍 日本防衛省表示在二零零二到二零零五年之間 海上自衛隊由一名和山上徹野同名同姓 同天生日的男子 是不是就是這一次行凶的山上徹野 還有待查證 承認自己的行為 而且表示對安倍晉三相當不滿 才打算攻擊他 安倍晉三遭到涉及身亡震驚國際 事後日本警方也將會針對山上徹野 透過他所有的電腦和手機等物品 瞭解他是不是單一罪行 還是幕後有指導員或是合作者等等 絕對是要徹底調查 TVBS新聞綜合報導 請支持一個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全新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擴大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並開啟通知小鈴鐺